我们今年开年呢 五五风登 这是今年的年卦 从历春昨天就开始真的过年了 那最早先我们论天道的话 其实冬至就开始过年 古代人 那起码还要过历春 那当然现在 我们前面的年的系列都说过了 一说来就一两年过去了 那这个皇帝经史里面年卦怎么样呢 一说风大家觉得五股风登好像挺好 那实际上真的要好好看一看 那前因后果 那后果的后果又怎么样呢 那这个卦有雷有火 雷电交加之相 那这个词就不太好了 那如果说红红火火 那就感觉很好 都有好有不好的方面 那如果说 这个不是代表冬吗 这个是太阳吗 是不是日出冬方呢 看似很好呢 那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一个上一个下 那上面一定是天 天是代表石 地才是方 所以说这个太阳还在下面 就是 你时间 一年来讲是在春天 所以 你是期望 这个太阳回归本位在南方 但是 那偏偏 现在时候还未到 那如果是 上面是阳 太阳 下面是 那才叫真正的日出冬方 那王甲戒指 就看似是真的 实际上是假的 那不要着急 所以 这个如日中天也是早晚的事 对吧 等到时候 你就在位了 初九 这一年的刚开始 那预计配主 这个配主同时可以指 六二 跟九四 因为九四本为正主 但是他 不是阴谣跟他不相应 都太过刚了 那六二呢 那就进水楼台了 所以 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 本身 是 在齐位 在这么个大环境下 怎么会太差 所以说你当位 没问题 最起码还有九二 先救火转 从事服侍着吧 坚持初心 就往下走 那么第二个阶段 说六二 在中位 那不是挺好吗 一般在中位的都不会太差 那当然没错 但是他周围被这个羊包围了 这个阴就难免显得 太过于尊贵了 太降服了 那上面有没有跟他相应 所以呢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时刻守这个中道 也是好的 他这个就象征着 开始给你打比方说 日中见斗 就是日食了 就是这种状态 那么九三呢 就说这个 也是好比日食缺了一半 右边缺食了 那么 怎么说呢 也是无救 也是你在位悠悠相应 所以九三往往多凶的在这 能够保持的上有吉祥 也就是如此了 那么九四呢 就 也是好 这个挂好的还挺多 那么 当然你也分什么事啊 那坏事见好也不见得好 那么 这个 日中 因为 因为刚好走到中间两个腰了嘛 都告你日中 但是也没有太大关系 九四 因为你最后 阳呢 总归是守 守中道的 那么九五呢 你说阴呢 那往往九五真的不好的很少 你是一个军 任其阴阳嘛 随便怎么样都好 来有余也是好的 那么 六上六就不行了 这个 时候一过 这个走的好的极致就不行了 而没有人